這個星期有三隊車隊舉行了新車發布會 但其實只有兩格新車,正如一格可能是終極沙包 但在這三格車身上能看到有什麼特別之處? 同時這三格車有什麼地方值得留意? 就讓我講一下吧 先由隱藏最多的紅牛開始講 紅牛基本上在新車發布會內只公佈了新拉花 連Haz在發布拉花時都被紅牛透露更多設計資料 因為他們發布的賽車設計和F1來年的概念車一樣 頭亦用三塊葉片,用大的入氣口,加上闊的車身 紅牛不可能用這些低氣動力效率的設計 所以紅牛很大可能只是買了一格F1的概念車 將新的拉花引上去 同時把握了機會宣布車隊和美國科技公司 Oracle達成進一步的贊助關係 車隊正式改名為Oracle Red Bull Racing 而傳聞Oracle給了紅牛50億美金 成為車隊的主要贊助 同時成為車隊拉花上最顯眼的贊助 Oracle的名字變大了也是紅牛新拉花的最大改變 雖然紅牛沒有公佈任何賽車設計 但是他們在賽車引擎方面將會繼續和本田合作 雖然紅牛是今年開始由Red Bull Powertrain提供引擎 但是本田在早前宣布將會和紅牛繼續合作到2025年 所以今年紅牛的引擎名義上是由紅牛自己提供 但實際上將會繼續由本田製造 大致上由Red Bull所謂的新車發佈會只能知道這麼多 今年第一隊公佈實體賽車的就是Aston Martin 他們今年失去BWT的粉紅色之後 繼續使用British Racing Green作為底色 加上螢光綠色的線條合併成新拉花 Aston Martin都應該是暫時公佈細節最多的車隊 因為Aston Martin在發佈新車後第二天就已經將車帶到銀石 為新一季進行拍攝工作 兩位車手都第一次駕駛2022年的新賽車 但是Aston Martin的賽車有什麼特別呢? 由頭翼開始說 Aston Martin的頭翼明顯地高 這個設計是為了令到更多空氣能夠流入車底的Ventury Tunnel 而在頭翼本身的設計方面 Aston Martin用了規矩上限的四塊葉片 和Has設計一樣 只有頂部的三塊葉片和鼻桶連接著 底部的Mainplane主要是控制空氣流動 盡量將空氣導流到車底 製造下壓力的責任 就在其餘的三塊葉片上面 Aston Martin在鼻桶方面用了一個比較扁平的設計 並在鼻桶和車身連接點的斜度有輕微的改變 而Aston Martin在兩邊M-plate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 投翼之後就要看看前懸掛系統 今年Aston Martin沒有用平置的前懸掛系統 他們用了自己設計的push rod系統 而Aston Martin將track rod和懸掛系統的上排插骨並列 令空氣流動更加流暢 之後到車身方面 Aston Martin也是用了細入氣口的設計 而他們的設計更加是特別的方形設計 在入氣口下方的floor前端有一塊大的葉片 這塊叫做turning frame 是為了減少賽車散熱氣的入氣口 受車輪的亂流影響 同時增加diffuser的效率 之後看看車身 AMR22因為用了平置引擎 所以車身再次有一部份突起了 Aston Martin是暫時唯一一隊有使用散熱口設計的車隊 他們在車身上方設有兩排塞型的散熱口 同時AMR22都用了與概念車類似的車身設計 賽車的side port比較長 到車尾波箱的位置時開始收窄 令車身實際比較寬 但車身在side port下方立即收窄 間接製造了一個twin floor的設計 讓空氣能夠流過floor的表面 令離開ventry tunnel的空氣能夠和在floor表面流過的空氣匯合 增加空氣流出ventry tunnel的速度 進一步令ventry tunnel能夠製造的下壓力增加 這個twin floor的設計在高速的情況下效果比較明顯 但在慢速時作用並不太明顯 Aston Martin是否有方法應付這個情況呢 這個設計需要將所有原本會安裝在floor的零件移開 所以當has把所有零件都集中在一起的時候 能夠做出一個比較窄的車身 Aston Martin就需要將零件散開 製造通道讓空氣在floor表面流動 所以AMR22的車身就看來比較寬 而Aston Martin在波箱和車尾懸掛系統方面 都使用了平置系統 因為平置的車尾懸掛系統是為了波箱度身訂造 所以Aston Martin如果想用平置的波箱 他們都必須使用平置的車尾懸掛系統 在車尾方面 Aston Martin就用了兩隻loorbeam wing 這個設計可能為了配合車身的散熱口 因為這些散熱口的空氣將會流到車尾的loorbeam wing 代表這兩隻loorbeam wing 可能能夠配合散熱口製造下壓力 AMR22的diffuser都和has的設計相似 但是Aston Martin的賽車第一次展示了2022年 新美翼的drs系統 Aston Martin這個暫時與眾不同的設計 會有什麼成績呢就要看看 另一隊公佈了真實賽車的就是麥拿倫 麥拿倫在上一年摩納過站用了特別的拉花之後 不少車迷都希望麥拿倫繼續使用淺藍色和橙色的色調 麥拿倫真的聽從了車迷的要求 今年真的用了一樣的色調 不過拉花的設計就不同了 車迷對這個拉花的意見非常之兩極 部分車迷就不喜歡 都有部分車迷表示這個設計很有新鮮感 不過不要讓這個拉花分散了對賽車設計的注意力 麥拿倫的賽車是第一格在前懸掛系統使用pull rod設計的賽車 同時是第一格在車尾懸掛系統使用pull rod的賽車 近年的賽車都是使用前pull rod後pull rod的設計 今年麥拿倫選擇將這個設計反轉 因為pull rod的設計對賽車的系統力效率更加有利 加上規矩容許車隊降低車頭的高度 以及全新的18吋Tiling令車隊能夠再次使用pull rod的設計 pull rod和pull rod的分別我在介紹哈斯的賽車時已經簡單講解了 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 而在車尾方面因為新的wheelbase限制令波箱的長度變短 所以麥拿倫認為pull rod更加適合設計 在車尾用了pull rod的設計 這個前pull rod後pull rod的設計 令賽車前方的重心降低 同時令尾部的重心上升 這個設計能夠造成的分別我們依然要看看 之後就看看車的頭翼 麥拿倫的頭翼設計和Aster Martin相似 最底層的頁片模和鼻桶連接 主要是用來控制氣流 而頭翼的第二塊頁片和鼻桶的接觸點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頁片稍微被鼻桶突出 這個設計能夠控制空氣在兩邊頁片的流動 MCL-36的M-Play設計和HAS稍微相似 有先向內再向外輕微彎曲的設計 看後一點 MCL-36和AMR-22一樣在floor前端有一塊的turning frame 但是MCL-36的turning frame就比AMR-22小 麥拿倫另外一個和其他車隊不同的設計 就是他們的入氣口比較大 而麥拿倫都選擇使用較窄車身的設計 經過side part的位置之後 車身就開始收窄 但是麥拿倫沒有使用煞熱口 所以麥拿倫的車尾比較闊 容許更多空間被熱空氣流走 麥拿倫今年繼續使用平置引擎 但是他們再次好成功地包裝引擎 沒有AMR-22突出的部分 麥拿倫公布floor的細節非常之簡單 所以車隊到比賽或者測試的時候 真正的floor應該會比較複雜 MCL-36只用了一支尾翼支柱 同時都有加上DLS的開關 但是暫時就沒有連接到尾翼上面 F1官方一幅圖片比較了AMR-22和MCL-36 在這幅圖裡能夠見到麥拿倫的賽車比較長 Wheelbase都比較長 同時賽車前輪和Sideport的距離比較長 暫時被公布的兩格真車基本上就有這些分別 上一個星期三格車大概就有這些特點 在這個星期將會有四隊車隊公布他們來年的新車 或者只是新的拉花 因為全民法拉里和平子都將會使用紅牛的招數 將新的拉花放在概念車身上 但是至少我們還有AlphaTerry和威廉士的發佈會期待下 各位記得要留意 各位又有什麼看法可以留言說一下 這集就說到這裡 各位喜歡的話記得要like和subscribe 如果想試做我下期時輪述的話 就按下鐘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 每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